华林市和平路永吉桥下的停车场 24号凌晨民众报案 有多台小客车车窗遭到急迫 车内的财务也都不翼而飞 警方到场后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 同时召集了鹰眼小组的警力全力侦办 发挥了团队的战力 顺利在48个小时内 掌握涉嫌人的车辆和身份 此搜索票将嫌犯查其道案 车窗玻璃碎成一片 在车身上也出现多处损毁伤痕 让车主看得好心疼 这是24号凌晨在华林市永吉桥下 停车场发生的一起窃盗案件 这个位置 地上的喇叭 对 我放在地上的喇叭 都被拿走就对了 对都被拿走这样 警方获报后到场拉起封锁线 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监视采集相关证据 并召集鹰眼小组 警力全力资源侦办 最后顺利在48小时内 掌握涉嫌人车辆及身份 而16号下午将犯嫌查其道案 警方在过滤监视器后 发现一名骑车的男子相当可疑 加上监视小组的科技办案 最后锁定一名住在吉安乡 年仅20岁的许姓男子 警方持搜索票到犯嫌家中 逮货犯嫌 同时起出音响行车记录器 蓝牙喇叭和现金3000多元等账务 总价值大约有1万多元 全案将依刑法321条 加重切到案将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